北京时间8月22日,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,有消息人士透露,尽管现在仅还有接近两个月才开打,但是也有不少队伍,开始打提呼当家球星安东尼·戴维斯的主意了。 最新的线报显示,除了此前曝光的胡人和凯尔特人,勇士,76人,同样在酝酿强度龙梅哥的计划,会集之前的报道,凯尔特人是最早和龙梅哥传出威文的球队,早在上赛季,绿军就曾计划启动大交易,将龙梅挖来战中,到后来,因为种种原因,这个计划被暂时搁置了。 而在一周多之前,美国篮球专栏作家,杰森里的认为,胡人也可能在下赛季启动交易,八角龙梅哥,由此凑齐一趟豪华阵容对抗勇士,眼见着两大争冠对手行动起来,勇士也有些坐不住了。 今天的最新传言者,勇士同样打算在明下尝试交易龙梅哥,毕竟,明下,杜莱特存在离队的可能性,而追梦格林和克莱汤普森是否愿意唱七六多也存在悬念。 为了保持争冠实力,勇士需要补充新鲜血液,七十六人想要得到龙梅哥,也并非意外。 上赛季,在西蒙斯和恩比德带领下,北城打出了新千年第二号的常规赛战季,并以举众反系后赛。 但未来,想要争惯,他们还期待不入第三位巨星,放眼联盟,没有哪个人选比龙梅哥更加合适了。 上赛季,龙梅哥出战七十五场常规赛,场军空校二十八点一分,十一点一篮板二点六,封盖一点五场段二点三,助攻的华力数据。 在常规赛MVP的评选中,他结落后哈登和詹姆斯,排在联盟第三位,尽管,现阶段,龙梅哥在提湖过得还算开心,上赛季,在众人齐心协力之下,提湖重反系后赛,并在首轮以下课上,四高零横扫开拓折,可是这个休赛期,提湖的运作却不算成功。 他们失去了内线支柱,考心思和后场灵魂朗多,考虑到齐乎的自身实力,以及西部介乎惨烈的竞争,新赛季,这支队伍的战绩很可能会下滑,到下赛季中期,一旦有龙梅哥不开心的消息曝出,那么,猪强挖角的机会就来了。